大家好,我是焦魔力 我们买回来的牛肉怎样腌制才能像豆腐一样鲜嫩呢? 今天刷到我视频的人真的是赚到了 祝你们今年度挣个500万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腌制牛肉的一些用料 包括用料的顺序 其实方法挺简单的 你只要按照我的步骤来做 保证你做出来的牛肉像豆腐一样的鲜嫩 今年的牛肉价钱真的是跌得不像样 我们这边30块钱一斤都不要 买回来的牛肉其实牛肉里面是有酸性的 那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可以把冰箱放进牛肉里面冷藏一个小时 这样能排出牛肉里面的酸性 这样我们吃上去的牛肉口感就会更加的好 接下来这一步也非常的关键 其实我们的牛肉上面会有很多这种白色的筋膜 包括一些牛油 这种筋膜它的组织是比较硬的 根本就咬不动 因此我们要提前把牛肉上面的筋膜去除干净 用剪刀或者是用刀切都可以 我个人觉得用剪刀处理起来比较方便 一定要把它去除得干干净净 直接扔掉就可以了 要想牛肉像豆腐一样的鲜嫩 首先我们在切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 我们在切的时候是需要逆着纹路来切的 先顺着纹路把它切成三小块 什么叫做逆着纹路来切呢 那就是要把牛肉的纹路切断 这是牛肉嫩如豆腐的第一步 就像我视频中这样子切 把牛肉切成厚厚的薄片子 也不用切得太薄 切成大概两毫米左右 如果是切得太厚的话 吃上去的口感就不好了 因为它炒制的时候不容易入味 最后把牛肉切成像我视频中 这样子的薄厚度就差不多了 看上去也是非常的漂亮 再把切好的牛肉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些配料 几根洗干净的香葱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 再准备两小股洗干净的生姜 先用刀给它拍扁 拍过之后的生姜能更好地释放出里面的姜辣味 最后改刀切成小块 直接把它和葱段放在一起 接下来再往里面加入几粒花椒籽 然后再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 大半碗就可以了 最后再用我勤劳的右手 把里面的葱姜汁还有花椒籽的香味 充分地抓出来 大概给它抓上一分钟左右 里面的汁水明显比之前深多了 绿幽幽的一片 就证明里面的香味和营养充分地抓出来了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再把它倒入漏勺中 沥出里面的葱姜汁 这就是腌制牛肉的精华 没有它也是万万不行的 然后再把葱姜水倒进牛肉里面 再下手抓拌均匀 这样能起到一个去腥的效果 用手抓让牛肉吃透葱姜水 这样牛肉就会更加的鲜嫩 给它抓上三分钟左右 最后把牛肉抓制成有点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 接着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生抽和半勺老抽上色 然后再加入一点淀粉 继续给它抓拌均匀 加入生抽和老抽是为了能使牛肉提前入个底味 这样牛肉吃起来才更加的好吃 用手不停地给它抓拌 加入淀粉是为了能裹住牛肉中的水分不流失 这样牛肉吃起来才更加的鲜嫩 无论是爆炒或者是下火锅都会像豆腐一样 而且牛肉下锅的时候也不会粘连在一起 大家千万要记住 我们腌制牛肉的用料包括步骤千万不能错 假如错了吃上去的牛肉就不那么好吃了 同样给它抓拌三分钟左右 最后把牛肉抓制成像我视频中这种状态就差不多了 先放一旁让它腌制着备用 然后我们再准备炒牛肉的食材 几个洗干净的青红线椒 把它切成小圈圈 如果能吃辣的朋友也可以换成小米辣 不喜欢吃辣椒的朋友也可以用西红柿来炒牛肉 再给它改一下刀切得碎一些 最后切成像我视频中这样子的颗粒状就差不多了 先把它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再准备几个大蒜子 先改刀把它切成片 最后剁成蒜末 大蒜子可以多来一点 那样蒜香味就更加的浓郁 炒菜不放蒜香味就少一半 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的配料很简单 接下来起锅把锅烧至冒烟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油 先让油滑一下锅 这样可以防止在炒牛肉的时候粘锅 油热之后再把腌制好的牛肉全部的倒进来 快速的用铲子给它划散开 把牛肉炒熟炒至变色 大家看一下用这种方法炒出来的牛肉一点都不粘锅 一定要热锅热油下入牛肉 很多朋友是热锅冷油就倒入牛肉 难怪炒出来的牛肉沾满了整个锅身 那种方法是不可取的 把牛肉炒至变色就可以了 不用炒得太老 那样吃着口感就不好了 控油捞出之后装入碗中 先放一旁备用 这点炒牛肉的油可是精华 又有油又有汤汁 再把切好的蒜末和辣椒全部的加进来 用铲子给它翻炒均匀 炒出蒜香味炒出辣味 在炒制的过程中可以往里面加入一小勺食用盐 提前给辣椒入个底味 大概给它翻炒一分钟左右 辣椒炒熟炒出香味之后 再把牛肉加进来 继续给它翻炒均匀 使每一片牛肉都被辣椒给包裹住 这样炒出来的辣椒炒牛肉才更香 更好吃也更下饭 喜欢吃汤汁拌饭的朋友 也可以往里面加入一点点清水 再来一小勺生抽提鲜 然后再加入几粒味精 继续用铲子给它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调料炒至化开 在这里食盐就不需要加了 因为腌制的时候和炒辣椒都放了食用盐 要不然炒出来就会很咸 吃上去就不那么好吃了 大概给它翻炒30秒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哇 好香哦 光看这牛肉的颜色就知道非常的鲜嫩 装入碗中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 这样炒的辣椒炒牛肉真的是下酒又下饭 吃上去像豆腐一样的鲜嫩 一点都不塞牙缝 就算是牙口不好的朋友都吃得津津有味 包括里面的汤汁都能拌上几碗米饭 像平时逢年过节家里面来客人呢 做上这么一份辣椒炒牛肉那真的是好吃又下饭 还特别的有面子 牛肉像豆腐一样的鲜嫩入口即化 喜欢的朋友赶紧点赞收藏起来试试吧 真的是让你好吃到舔手指 点开我的主页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咱们下个视频